在隔天重大消息公開前 就滿目了高端公司的股票 因此我們認為 游信被告涉嫌陷密罪 詩信被告涉嫌內建交易罪 試檢深入比對發現 被稱為抗癌超級戰神的劉昌吳 實證實藥署疫苗審查會專委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號 委員會有條件通過高端EUA 劉昌吳將此重大消息 洩漏給妻子施庭芳 以每股兩百六十五元 買進二十張高端股票 等EUA公佈後 再以平均每股兩百六十八元 賣出 獲利約十五萬元 劉昌吳和施庭芳分別被依 泄密罪和內線交易罪起訴 施庭芳曾任臺大醫院主任 檢方查出他在買股前 還曾找上命理師詢問 可以買嗎 而高端母公司基亞 董事長張士忠 當時也遭到約談 在高端案中是證人身份 基亞非常規交易案 目前還在調查中 劉昌吳施庭芳夫妻倆 原本在一屆威望高 如今卻因為十五萬在退休前夕 被起訴 恐怕連命理師都沒算到這一點 三天主任正常人 張哲豪 泰瑞報道